為了美好警察有受過疲勞的經驗 南島管政府根據中央的確定 進行核數辦公 但是最近 聯手發生的社會議案的案件 是給大家相當的驚訝 因此南島管理官吳郭聰 就將對管內的警察領地 以及聯手辦公來提出決選 希望管府可以重視議案的問題 吹出兩全機密的辦法 這幾天在管內是 並發生到聯手的社會案件 造成民眾是相當驚訝 因此南島管理官吳郭聰 就將對立案問題 以及警察聯手辦公頂議題進行一順 希望管府可以重視立案問題 讓民眾都可以安心心話 上個禮拜的官長出席 那麼昨天的人愛鄉 還有人愛鄉 一次三條而已 這總共是怕發生在 我們真正純福的美國鄉鎮 那麼這就是檢查局 這方面 我們要看好就是說 要如果加強過分局 還有我們檢查局的所有的資源 是不是最近的 臣衣上 尤其是臣衫的 臣衫的 臣衫的 是前我們所謂的 火屬料 來發生的事情 是不是這個 我們還夠 還能夠來有看法的空間 還能夠有改善的空間 在暗面 或是第一次 要到達聖場 散步 把聖場的一個情況 臣衫以往的這時 觀眾可笑話表示 目前對著 管內的警察補助的問題 已經提搭中央 從第三年來補助87位的人來 目前 也有時候有新的警察 在外國南島 以及在今年十月 都會讓所有人數辦公的警察 都會在暗時 也有警察來在辦 去年在立法院 公務人員的修正法通過之後 警察同仁 他們也必須要受到一定的 這個休息時間的規範 所以在我們南投縣 遠景 可能不起的狀況之下 就開啟了和屬辦公 但是 如果是這樣的做法 實際上也沒有辦法改善 整個的治安的狀況 所以在我上任之後發現 我們其實還有87位的 員額的空間 所以我特別編定了 就是三年之內 要把我們的人力全部補齊 我們現在原本有41所 非主力的辦公室 現在是晚上是 夜間一開始是沒有執勤的 那麼我們現在已經有 12所已經正式恢復了 那我們預計 在這原本的 非主力的41所 應該按照我們 目前我特別有 跟警政署這邊有來爭取 所以我們預估 在我們爭取之下 還有陸陸續續的 這個人員到位之後 應該我們可以在 今年的10月份 就達到這個目標 讓過去原本和屬辦公的41所 將來都會有 夜間都會有遠景在執勤 第二個問題是 民眾最佳同事的事 因此管務也要自己進行幾個 讓民眾都可以安心生活 記者 立委 頂藏 報道